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王爺, 你... 不要緊, 他只是約我去見面 王爺, 你真的去婦約嗎 依照江湖的規矩 如果我不去, 會被人恥笑 王爺, 這樣恐慌其中有詐 無論如何, 我還是要去去 或許會有寓意的下落也未定 是, 王爺, 你小心點 王爺, 為甚麼沒有人 你小心點 或許還沒到 段靖淳, 你突然來了 是你 王爺 你不認識我嗎 王爺, 多說一句 是... 認識 要不是這樣, 怎麼能請那段王爺到 可是我這個王爺要日理萬機 周身也沒空 所以這麼多年來 我都沒有去鏡湖小竹探望他 你現在就有空了, 現在跟我回去 可是我真的有要事在身 等我辦完事再找你好不好 甚麼事這麼緊張 晚點辦也不行 好 因為我兒子是兒子失蹤了 我要去找他下落 原來如此 你們也要找我們地方熱一下腳 不如來我鏡湖小竹探望再算吧 也好 好 喬幫主, 這次幸好只有你救了我 要不然我一定會死 姑娘, 我已經再不是幫主了 你別這麼叫我 那我叫你喬大哥 不過你也不要叫我姑娘了 叫我叫阿朱就行了 好, 阿朱, 你進少林寺幹甚麼 本來我們去少林寺 是找我們公子的 怎麼知道守門口的和尚 不讓我們進了 少林寺的規矩 女樓是不能進去的 可是我不憤怒 尤其是那個紫青和尚 說起尖酸黑薄的 找到他上來, 就裝了他進去 原來如此 不過我進去 找來找去都找不到我們公子 是呀 是呀 我真是沒用了 說說說話都會睡著的 是呀 你還沒康復的, 所以很累 你多休息一點 我不累 今晚月色這麼好 你扶我去那邊坐 好不好 好嗎 喬大哥, 你老實告訴我 我不是傷得很厲害, 沒得救嗎? 不是, 你休息幾天就沒事了 你不用騙我了, 我自己是自己的事 我整身好像沒有力氣, 暈又太虛了 你放心, 我一定是醫號你的 喬大哥, 我不想死, 你不要丟我一杯 怎麼會呢?我潮風頂天立地 怎麼會捨棄一個危難的朋友 我不陪你朋友 如果他死了, 不知道會不會變一部主棍 你不要胡亂想 喬大哥, 你是不要想成名的人物 北喬風難無用 你和我們公子南北齊無用 你說的話算不算數 我小時候經常說謊 到我出江湖以後就從沒騙過人了 那你答應我一件事 甚麼事? 你今晚留在這裡陪我 你閉上眼, 睡一會兒吧 好 我睡不著了 喬大哥, 我多求你這件事行嗎 甚麼事呢? 我小時候睡不著了 我小時候睡不著 我娘就會唱一支歌, 替我睡 一兩支我就睡不著了 現在這麼晚, 我去哪裡找你娘來 甚麼事呢? 其實我也不知道我爹和娘在哪兒 你唱給我聽 我...我不懂得唱的 你小時候 你小時候娘沒有唱歌給你聽的嗎 有就有, 不過我也忘了 你不肯唱就算了 不是不肯唱, 我真的不懂唱 你不肯唱你 那你把故事說給我聽吧 好, 不過不知道好不好聽 在很久以前 有個老公公走過山邊 看到那隻狼被人綁著 放在布袋裡 那個老公公一片好心 放了狼出來, 怎麼知道... 怎麼知道那隻狼 就吃了我老公公了, 是不是 是呀, 你聽過 聽過這麼多次了 你告訴別人給我聽吧 好, 我告訴你一個鄉下故事 保證你沒聽過 在二十三年前 山裡住了一家人 他們家很窮 這兩夫婦只有一個小毒 那個兒子 常常幫他爹上山斬菜 誰知道有一天 他爹病了 他們沒有錢買藥 只有二兩人想去鎮上請大夫 誰知道 大夫, 你好心 好心幫我看一天殺了, 大夫 好心 和你去山裡頭 永遠和窮鬼看清 得過二兩人少, 你走 大夫, 好心 你好心幫我看一天殺了 麻煩你, 大夫 你這樣我就不去 老親, 大夫 大夫, 你好心幫我看 大夫 我不去, 你走 鳳兒, 你沒事吧 我沒事 走, 我說不去, 走走走 鳳兒, 我們回去吧 走 走 走 鳳兒 你幹甚麼 沒有 你把刀是給你拿回來的 沒有 乖 告訴我 鳳兒, 我們雖然是窮 沒錢你買東西玩 但是你也不應該偷那二兩人去買刀玩 二兩人? 你知不知道 那二兩人用來幫你爹請大夫看 用來執藥的 好沒有, 娘 你買了多少錢?你還給娘 娘, 我真的沒拿到二兩人了, 娘 乖兒子, 還給娘 我真的沒拿到二兩人了 娘, 你相信我 我真的沒拿到二兩人了 乖兒子 你們吵甚麼 沒有, 你的身體又不好 你出來幹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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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見了那二兩人 想請大夫也沒錢 想執藥也沒錢 別說, 窮人就是這樣 不過, 無論如何 你怎麼都要照顧著鳳兒 我知道, 我知道 好聲 慢慢 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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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小蚊子真的殺了個大夫嗎 死了 那個小蚊子殺了人之後 靜靜地回家裡 完全沒有人知道 那他爹呢? 他爹的病怎麼樣 幸好後來遇到一個少林僧人 送了藥給他, 那就沒事了 想不到少林子也有好和尚 當然了 少林子的和尚一向慈悲為懷 很令人敬佩 那個大夫看不起窮人 雖然是可惡 也罪不至死 這個小蚊子也太累了 這麼小的小蚊子 竟然會用刀殺人 我真的不相信 我真的不相信 喬大哥, 那個故事是不是真的 當然是真的 如果是這樣 那個小蚊子太兇殘了 那些行為好像蝕丹人那樣 我不是蝕丹人 我不是蝕丹人 對不起, 喬大哥 我不是有意的 我不是有心說的 你說得到 有時候的事沒心說出來 往往都是真的 我這麼小就這麼兇殘 難道我真的有些蝕丹的血統 不會的 那個大夫這麼欺負你們 你殺了他 為窮人出氣也不出奇 他不只欺負我們 他還讓我娘誤會了我 偷了那二兩銀來買刀 我不殺了他 怎麼虧我心頭之分 我生平最討人冤枉我 其實丐幫那幫人說你是蝕丹人 一定是謠言 你對我一個微不足的丫鬟 都照顧得這麼無微得止 你怎麼會是蝕丹人 阿朱, 如果我是蝕丹人 你還不會跟我做朋友 我幾次得到你用真氣相救 就算你是蝕丹人 我也一樣會跟你做朋友 師兄 阿師兄 這次能夠招就武林群雄 去聲討蕎豐這個惡賊 真是謝謝你的幫忙 甚麼話, 柔莊主 蕎豐這個惡賊 在江湖上真是人人得諸之的 小弟真是略盡年齡 又何須客氣呢 那又不是這麼說 師兄, 你素來有閻王敵之稱 相信單憑你的大名 到時候一定不少英雄浩傑 江臨閉莊 一起商討怎麼對付蕎豐的平凡 其實以柔莊主你們兩位 在江湖上享當當的名字 小弟其實是偷兩位的光 就是你大客氣 是 師兄, 客氣的話我們無謂多說 不如說說怎麼對付這個 殺師父、殺父母的武龍罪人吧 好, 好 請... 原來蕎豐這麼罪大惡極 我們也要為武林盡力了 多, 師幹 你在這兒幹甚麼 還不快出去練功 我想跟你寫英雄帖 寫甚麼 快去讀書吧, 出去 我現在去讀書了 請... 請... 我這個兒子, 生性愚昧 文又不行, 武又不行 我真的替他擔心 師兄, 你千萬不要見笑 怎麼會呢? 其實世兄這麼有合意心場 將來的前途一定無可限量 不就是真的 阿奇, 既然那些英雄帖已經寫好了 不如馬上找人去派他吧 沈兄, 在下今天登門拜訪 真打擾了 電兄, 你太客氣了 實在電兄大駕光臨 真是令人射爭光不笑 是嗎?不知道電兄有甚麼技巧呢 無事不登山寶殿 在下想請沈兄跟我打探一個人的蹤跡 對了, 不知道哪一位呢? 實不相互 小兒段譽, 日前被翻增溝摩子抓去 聽見說來了江南 而沈兄在江南人面那麼熟 我想沈兄跟我打探一下他的行蹤 關於現實的行蹤, 在下略有所問 那... 聽說他被溝摩子抓在姑蘇慕蓉家之後 後來逃脫了 可是有人看到他行指淋丐幫大會上露過面 可是後來就沒有了消息了 奇怪了, 他為甚麼在丐幫出現呢 這一層我就不太清楚 可能他已經去了四州遊歷了 電兄, 你也無謂太擔心了 不過可能他已經去了大禮 喜憤莊主, 有英雄鐵道 醉贏莊英雄, 大禮 少爺大爺, 剛才的粗菜水酒 都代替你們了 不是, 是夫人來的菜煮得好吃 你們客氣了 我和易豬兄家的說法 你的菜真的煮得越來越好吃 比我們王府裡面的御主更好吃 你在這裡笑人 王爺, 我們的午飯已經吃過了 我們趁現在有時間 不如出去打探王子的消息 好, 你們有消息 馬上通知我 是... 你四個家臣都很善解人意 你也善解人意 你笑我的 你也不知人家多掛念你 含羞已醉不食光, 千手掩香我 這幅字畫你還留到現在? 段落, 你送給我的東西 我永遠都留在身邊 行 我知道你對我好 不過, 我是聚小離多 上天好像偏偏要作弄我似的 別這麼慘了 情多弄時, 又何須朝朝暮暮呢? 可惜我和你生的兩個女兒 現在都不知道在哪裡 我都不知多寂寞 說起來, 我心得很內疚 如果有一天能夠讓我 送她兩姐妹 我會好好照顧你 你懂得這麼想就好了 這次你回來, 我不讓你再走 天王, 你寫甚麼? 沒有, 我們沒見過那麼久 真是尚盡兩地相思之苦 現在見面了, 我的手持書上成懷 那你寫好了嗎? 寫好了 寫好了 讀給我聽 一重山, 兩重山 山遠雲高, 煙水寒 相思風熱斑 菊花開, 菊花殘 寒眼高飛, 人未還 一念風熱殘 劍郎, 你填得真好 不好意思 你喜歡嗎? 你喜歡嗎? 你喜歡我就拿到你們身邊 天王, 你日子風塵婆婆都很累 不如早點休息吧 好啊, 我也有點累 好啊, 你說不可怕 好啊, 我想問她 好啊, 我不想太多 好啊, 我也想太多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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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喬大哥, 你每次都用真氣來救我 你的耐力就消耗了一次 練功的人最怕就是真氣和耐力的小手 你這樣救我, 叫我怎麼報答你 不要緊, 我休息幾個時辰 我的功力就會恢復了 你說甚麼報答 而且我一向仰慕慕容公子 我們雖然未見過面, 我已經當他是朋友 你是他的家人, 我很應該照顧你的 雖然如此, 但我傷得這麼重 每隔一、兩個時辰 我看起來就漸漸小心 你怎麼可以永遠地照顧我呢 這樣只不過是負累了你 你放心 我一定會找個醫術好的大夫來治好你 喬大哥 你休息一會兒 我出去找個大夫, 我很快回來 你休息一會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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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錯 喬峰這個人不但殺死自己的親生父母 授業的師父也毋開了 簡直最大是鰟天 沒想到喬峰這個人 竟然做出了這麼喪心病狂的事 簡直是禽獸不如 是 鮮兄, 鮮兄 自從山東青州府一面 竟然覺練幾年 想不到鮮兄風采依然 多謝關修 聽說蝕神意大派英雄帖 我想跟兩位去見識見識一下 蕎豐, 你還有面目見江湖上的朋友嗎 你殺死是父, 簡直是禽獸 我...原來你是蕎豐 你這種人 我一眼就認出你是雪丹人 我是有時候要求蝕神意 請鮮兄引路 難道兩位是怕蕎某連女 蕎豐, 我們就在罪元莊開這次英雄大會 你夠膽就來 蕎豐, 我看你還是不要去 你去就只會死死 你不如找個地方躲起來吧 兩位請先走一步 聚賢莊再見 好, 求會有極 求會有極 蕎豐, 蕎豐和兩位遊帝 鮑兄、向兄 兩位大駕光臨, 認真給臉, 感激之志 客氣... 蕎豐有時我爆千里 就算我病得不動 也要找人抬著來了 那又不是這麼說 如果鮑兄真的病了 那就請蕎豐大顯身手了 兩位, 路上當然很辛苦了 不如進去後廳休息一下 在下有一件事想請教三位 三位不會見怪吧 有甚麼事請說 說在下多厚 今次涉神醫和兩位遊大爺 邀請的賓客之中 有沒有為蕎豐在內呢 這次我們發出無名帖 是見者有份 鮑兄, 你提起蕎豐 難道鮑兄和蕎豐有密切的關係 在下和蕎豐只見過兩次面 根本不能談上甚麼深厚交情 只不過我聽聞蕎豐要參加這次英雄大會 所以趕快跟你們報信 希望你們早有方法 鮑兄, 你怎麼知道蕎豐會來參加我們這個英雄會 他呢 在下和鄉兄趕過這次英雄大會的時候 同時在一間客棧裡結識 誰知偶然被我們遇到蕎豐 他說有事向師神醫請求 還說要親自來這個聚盟莊 蕎豐是蕎丹人, 他為禍中原 就算躲起來 或是遠走高飛 我們當然抓不到他 不過這次他自投羅莫 可謂天意 掃問蕎豐他自用相傳 我想他不會那麼失策 獨闖我們聚盟莊 不錯了, 蕎豐一定另有奸謀 所以我們一定要嚴加防範 爆氣不知成明 我們還是要從長計議才好 各位 柳莊主, 歡迎... 這次召開武林大會, 聲討蕎豐 為武林除害, 我們大家很支持你 不錯, 我們一定當仁不揚 多謝... 看賓莊處 甚麼事? 蓋幫總陸賣莊 快請 蓋幫這麼多人來, 難道我為了蕎豐? 未必, 蕎豐已經破門出幫 再不是蓋幫的幫主 在下親眼看見他反面成仇 不過他們顧舊的鄉貨之情 難道他們都忘記了嗎 不會, 蓋幫長老偏偏都是英雄好漢 怎麼會是非不分呢? 如果他們真的幫著僑豐的話 豈不是做賣國賊? 莊主如知成理 我們還是靜觀其辯吧 師弟, 兩位尤家兄弟 今天請到天下武林的英雄來到這裡 是否為了武林最近出了一位和胎, 蕎豐 不錯 各位長老 今天得到各位嘉林弊莊 真是武林的大人 徐長老 我們要殺蕎豐這個奸賊 首先要得到各位長老的允許 不然有甚麼誤會的話 那就傷了大家的和氣 好, 蕎豐喪心病狂 真是令人痛心 本來他在弊幫 立下不少的漢馬功勞 而且最近 弊幫被奸人暗算 得他出手相救 但是, 大丈夫應該以仁義為先 這些蕎微的恩惠 但是我們早已將他拋諸腦後 徐長老你處事公正 在下真是佩服 喬豐是我們大宋的和患 雖然我們長老受過他的恩惠 但是我們不能夠因為私恩而忘公義 正所謂大義滅親 何況他早就已經不是我們丐幫的人 好 我想, 蕎豐還是顧布而鎮 叫我們大家去等他 他就遠走高飛 這一招就叫做金氏脫殼了 你當蕎豐是甚麼人 他甚麼時候說過的話不算數 你不要重傷他 你看蕎豐這個奸貸手頭 我第一個就不服了 蕎豐是漢人還是蕎丹人 我們現在還不清楚 就算他是蕎丹人 我沒有人第一個跟他平靡 要殺蕎豐的, 甚麼時候輪到你 好, 你走出來, 讓老職弄了你 好 兩位都是尤某的貴賓 我必須有和氣 林長老, 你別這麼生氣 一切以本幫的聲譽為要 蕎豐這個奸責, 該死有餘 誰在這兒胡說話 有種的爬出來, 不要在這兒做縮頭歸 各位雜且識農, 聽蕎某一言 如今大敵當前 我們各位應該以大局為重 不要再作這種義氣之爭 我們大家不如都商量一下 如何對付蕎豐這個奸責吧 是... 禮人 招呼各位貴賓進去後堂休息 是 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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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又說帶我去看大師的 怎麼走那麼遠 快到了, 最早就在附近 找到侍神醫, 就會醫好你的了 那辛苦你了 阿豬, 別說那麼多了 你把眼睛藥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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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藥 來看我剪輸藥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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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先生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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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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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